大家好 我是B雷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海洋堂轉輪科技 電影轉輪第四款 復仇者聯盟澳創紀元 鋼鐵人 馬克45 首先配件的部分 有一個一般的地台支架 那是沒有附上夾子的那個東西 四個短的發射特效 那麼他的卡榫都是3mm 接著有兩個噴射煙霧的特效 可以扣上去使用 再來是一個長的發射特效跟一個爆發的一個特效件 那他是可以這樣斜插著做準備 接著有一個胸口的反應爐替換件 替換成空心的 那麼他是一個斜角度 針對這個 噴射的一個特效斜角度做一個卡榫的接合 替換手有一對 生殖病龍的手 那麼中間是一個空洞 可以插噴射特效 背部呢是有副手甲 然後他的凹槽開的是比較深的 再來是一對 持握武器的造型手 所以這個鋼鐵人是可以去持握一些海洋堂的武器 拿來做使用 手掌上的這個 燈呢是有做出來的 只是不能發光 接著是一個稍微放鬆的開掌手 一樣中間的燈是有挖孔的 然後這個開孔的話是 朝拇指的方向做一個開槽 接著是本體 馬克45 那麼比較明顯的就是他的胸口是換成了一個六角形的反應爐 然後整體的紅色跟金色配色都還是 鋼鐵人的這種一貫的風格 那麼他的這個金屬漆面呢其實是沒有什麼退色的問題 只是說把玩上會容易 某些地方有些刮蹭 那麼這個馬克45唯一比較怪的地方就是他的身形比例 腰部拉的比較長 導致手比較短了一些些 那下半身其實乍看之下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主要就是中間的軀幹部分被拉長 然後這個腰呢縮小了 感覺不像人穿盔甲的那種 一體性比較肥胖的感覺 那頭雕部分呢眼睛是有上色 只是說 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原本的這個紅色漆面在裡面也有可能染到透色 我手邊有兩款其實都是有這樣的一個稍微 仔細看會感覺裡面有點粉粉的感覺 那麼其餘部分呢主要就是紅色的金屬漆是沒有退色 那把玩上可能有些地方刮蹭的裡面是有一點銀漆的一個效果 這裡是有一個支架孔 背部也有 所以可以做選擇去 插拔替換 那麼腿部呢也是有開孔 跟他的一個細節 腳掌有細節 那麼我手邊兩個 馬克45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出來 哪一邊是有中獎 那麼中獎的部位是在哪裡呢 假如在更近一點看的話 不曉得各位看不看得出來 左手邊這支呢 漆面比較漂亮 比較新的這一款 他的大腿 這個寬部是中獎 那我原本以為這裡中獎的話 可能會影響把玩 但其實正常把玩 情況下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只是顏色明顯是不一樣的 那他呢剛好兩個寬部都是 左邊 然後我在要 錄製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又發現了 他的小腿 居然都是左腳的小腿 像這個是正常的 左右腳 會有一條銀線 走向內側 這邊呢是 連小腿都中獎 後來我整個拆開 發現連膝蓋甲 也是左邊 腳掌也是左邊 膝蓋甲可能看不太出來 那腳掌的部分呢 也是因為有顆LR 膝蓋甲的部分呢 是因為 內側有顆LR 所以其實 看他的 刻痕還是 分得出來 那腳掌的部分呢 也是有 分LR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邊 畫面可能稍微變得 不太一樣 因為我 舊的鏡頭 出了點問題 現在是換成了一個 定膠鏡 餅乾鏡來做拍攝測試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他的關節吧 頭部呢 是一個 6mmw 這地方設計的話算是 一個特別的一個特化 為了增加頭部的一個 上台角度 上台角度 那他低頭的角度也是可以很誇張 只是說穿幫位都是蠻大的 那這邊的話是 原型師的個人見解 那脖子下方呢 是採用了一個稍微向後 斜差的一個角度 頭的話呢 是偏向直插的一個範圍 所以 正常的旋轉 是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左右歪頭的話 還是能動一點 只是說他的脖子 這個嵌套的零件 會跟著晃動 那破綻會比較大 肩膀是一個 8mm的斜差 向前角度是還不錯 向後也還算OK 那平舉的話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範圍 他的肩膀這裡是沒有開一個 凹槽讓他活動的 旋轉的話 是有用途的 只是說 範圍不是很大 活動的不是很明顯 手肘也是8mm 角度大約是這樣 當然旋轉 跟下臂旋轉 都OK 手腕是 4mm的轉輪 那他是整個圓形 都是 暴落在外面的 所以他的活動範圍 是非常大的 胸部的話 為了替換這個反應爐 他有做一個 兩段的關節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6mmw是插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拉伸的作用 然後反應爐呢 從內側就可以把它推開 把它取下來 替換成這個 有插特效的這個 孔洞 那這邊順便 看一下腹部 他的腹部呢 也是一個雙段 是8mm的雙段 然後他是嵌套零件 再加上下方的一個 額外的活動零件 所以腹部是可以做旋轉 那麼海洋堂 特色轉輪系列 早期也有出幾款鋼鐵人 那那幾款鋼鐵人的旋轉呢 是只有上半身可以旋轉 這算是少數 海洋堂出的 可以下半身旋轉的一個 鋼鐵人 那腰腹部是這一個 8mmw 一個向前方斜叉的一個角度 把他組裝回去 目前換了新的鏡頭 所以現在這個 鏡位呢 是不太習慣的 因為 定膠鏡的話 我的手需要打直 才能做一個正常的 對膠 跟掩飾他的一個關節 所以這邊 膠距可能不是抓得很好 請各位見諒 那腰部的可動呢 這裡補充一下 首先 胸部呢 是可以上台 上台是為了換裝 當然他的角度 其實也可以說是 這個空位 也可以讓彎腰 變得更加有趣 不過呢 這個胸部錯位 就從側邊看 是比較奇怪的 那正常沒有把 胸部打開的話 他的彎腰 也有這樣一個 還蠻不錯的表現 解開 他的拘束之後呢 就可以把整個腰 收進去 收到正面 看不到的地方 那麼他的旋轉呢 上面的話 不算是主要的旋轉 下方的話 是有一種 斜叉的一個 旋轉角度 所以轉起來 會有點怪怪的 加上他的腰本來 就有一個 收下來一個 比較不自然的一個 造型 我個人覺得 是不是那麼自然 但是他彎起腰的話 又能彌補 他這個 造型的空洞 所以其實 這款 在驚奇傷口出現之前 真的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 玩具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 群甲 群甲有加了一個 4mm的轉輪 向後跟向下 斜叉 那他是可以 直接翻開 那他也可以 往外側打 所以 做出一個 讓位 算是有用的 那也有可能是參考 他TOYS 那種鋼鐵 那他其實正常踢的話呢 群甲是 不需要翻到這麼大的 然後 髖關節是 一般的 球關 那球關是 固定時的 跟這個 當部是做一體的 然後大腿有一個 平面旋轉 那照常來講 他是可以 轉很大的角度 那你一扭的話 他也是可以360度扭過去 膝蓋的話 也是 8mm的雙段 8mmw 只是說 他的大腿的造型是很飽滿的 所以後面沒有切什麼爛位 那你整個 折疊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 感覺比較 勇腫的這種感覺 當然他也是有旋轉的功能 所以後面的這種 POSE借位 他也是有用到 腳踝的話 也是一個 8mm的 轉輪 鞋叉的接地跟正常旋轉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向下跟向上 大概都是這樣子 腳尖有一個 金屬軸可以活動 向上向下 都還行 那這裡也來看一下我的這個 寬部中獎的 他其實也是能夠正常的上台 他其實也是能夠正常的上踢 向後 側邊都還OK 不過呢就是 這裡拆久了有點鬆 那 旋轉的話 反而還蠻順暢的 再來就是他的特效 都可以正常的安裝上去 像手掌的3mm孔 腳底板的3mm孔 都可以搭載 老實說這一款呢 是在2016年的8月發售 但那時候呢 驚奇傷口這系列 還沒有開始發展 所以這是當時 以我那時候 買來玩的情況下 我是蠻 開心的能夠玩到這一種 可動度 其實真的算蠻不錯的一個鋼鐵人 那在 轉輪關節 可以各種替換把玩之下 我也是喜歡搞那種 似不像的合成怪 那當時後就玩了一些 玩出一點 自己蠻喜歡的一個 手感 只能說這一款我個人 在驚奇傷口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算是蠻推薦購買的 那他的漆面呢 老實說真的沒有發生什麼 嚴重的退色跟出油問題 所以是可以很放心的 拿在手上把玩 除了你在玩的地方 他一定會有 某些刮蹭掉漆的部分 那撇開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 全身都是轉輪關節 除了跨步 球關之外 他是 蠻好玩的一個鋼鐵人 那麼這款鋼鐵人 馬克4、5就先分享到這裡 後面補上一些 雜拍的照片 就算是一個 他應該會有自己的 在這個地方 這裏的車子 也是一個 你應該會沒有 就算是一個 在這個地方 突然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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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感谢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并且订阅关注我以上四个社群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